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虽然我不告状,但今天我进一下古代的衙门 这股衙门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叶县 叫叶县县县压 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县压非常的特殊 首先,它是现存唯一的一座明代县压 其次,它是一座无品县压 在明代的时候,县分大中小 叶县就是大县 所以在这里座堂的都是无品官员 叶县县压是建于明代的红卧二年 据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修复的叶县县压 现在非常的完整 沿中轴县主要有大门、夷门、卷棚 大堂、宅门、二堂、三堂 以及附属的东西班房 现在我们就开始逛衙门 叶县县县压的大门 在大门两边 各立有一头石石 象征着权威 这上方挂的匾额 是叶县县属 我说是叶县县县县县县的县县ów 说 dick 天清 民清 天是 民是 而这边写的是人意谨意 人机 几机 这大门 也是检票口 进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就是宜门 宜门总共分为三个门 东边的是东门 又叫声门 是正常人走的门 中间的门在古代的时候 平时是不开放的 只有在接待上级领导的时候 才开门 而西边的门 又称死门 是处理死刑犯时 刑犯走的门 移门前面有两个大谷 这大谷呢 叫鸣渊谷 古代鸣渊的时候 一般是一次敲三下 不能乱敲 要不然审理安逸的时候 会先打板子 我们先看中楼县 以及中楼县两边的建筑 最后呢 再看东西配店 进来以后 最直观看到的 就是介石鸣 正面写的是公生鸣 这是北宋开国皇帝 赵匡义首唱的 我们走到背面 看一下 背面写的是 御志介石鸣 耳凤耳露 鸣高鸣枝 下鸣意虐 上天难期 书写人是黄亭坚 而这是谁写的呢 是后属主孟长写的 放在这里 最主要的就是警示 这两边 是裤房 礼房 礼房 琴房 冰房 工房 等等 是模仿古代中央的六部而设立的 当然了 现在它的 智能已经发生改变了 我们进去转一下 这里面讲的是科举制度 重点强调的是明代的科举 这布景还是很古朴的 你感觉那个好看 这是石碑踏文 大庆光绪 是三十年的 这屋子里面讲述的是明代官员的监察制度 朱元環当了皇帝 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 就是清廉 一屋子里面 在这里面 是最后的 小启 就不见了 因为 你还要不许 你还要不许 能不能 那是 你还要不许 还要不许 那是 那是 你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 这屋子里面就是简单的布景 这个主体建筑呢 就是大唐 这个大唐非常特殊 前方是卷棚 后边是硬山顶 这前方建卷棚 证明它的级别非常高 在全国也非常少见 站到这个位置看 能看得比较清楚 是勾连搭到一块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有一块明代的柜石 古代告状的人 就是跪在这石头上 肯定是非常不好受的 这上方能看到第一块匾额写的是天地正气 是清末才子余佑任提写的 这就是大唐的正唐了 上方悬挂着明镜高悬的牌匾 审案的时候 县令就坐在中间 拿着拍案幕 啪的一声 开堂 有缘明渊 有缘明渊 微乌宿静 我们往后走 穿过大唐 有一个宅门 这宅门两边 有两个小屋子 是平时当职的人员 休息的场所 穿过这个宅门 就是二堂了 二堂的作用 就是审理一些 私密的案件 或者说在大唐 没有解决完的案件 安排到这里 有时候 有些案件没有审理完 限定就会退到这里 然后退堂 这两边 有两个建筑 这边是绘文馆 也就是支线 接待上级 武文之官员的 一个场所 有文 最有武 这边是会武馆 也就是接待上级 武官的场所 安放了 一辆马车 方便 方便 县令 随时出行 二堂的 木柱上 也有一幅 营帘 这边写的是 养天地正气 而这边写的是 法 古今 完人 同样是 清末才子 于幽润提的 二堂上方 悬挂了 顶额 写的是 清 慎 秦 这边是木厅 也就是木寥带的地方 而这个是招书房 也就是支线 在这里 进行文书审阅 把关的贴身 秘密办公场所 过到二堂的屏风门 后面 就是三堂了 两边是 东西厢房 古代有一话 叫三堂会审 也就是一堂 二堂审不了的 到三堂审 在这里会审秘一些 私密案件 花案 另外 支线会在这里 临时休息 县官在这里会见客人 这更像是一个书房 文房寺宝 正中间 这边是模拟审案的一个场景 这方呢 是休息场所 里面有一个顶子床 这样中族县的建筑 算是差不多录完了 我们先往东边走 这后边就是后花园 这些休息散心的场所 的确很漂亮 小桥 小桥有水 我们回到进入景区的起点 由南向北 看东边的配房 这是小桥 这是小桥庄庙 供奉的是 小河和 和曹餐 话说 小龟 曹随 朱元璋 不要推崇 小桥 所以就在明代的县衙 都建了一座 小桥庙 这是编中演奏厅 这里面锁着的 其实才是这里的 珍馆之宝 里面有一组 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 但是现在门锁着 我们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去看浴房 也就是监狱 古代关押犯人的地方 听说很恐怖 上方写预防 中间还有一个大的兽头 我们看这边一个石碑 夜线看守所 是民国十三年八月的时候 立的 这上方 展示的 有一些刑罚措施 这是看的人头皮发麻 真毒 书写 棍刑 灌签 活埋 复刑 上方 能看到奇目离远 简直是惨无人道 这里面有刑具 还分着累了 我们先从这地方看 这是重型难尖 我天啊 在这里面 好像上着甲板 而且这甲板也太长了 看着很不舒服 我这里面没有 重型女间 关押的是重型的女犯人 同样上着枷锁 进房 暂时 关押的场所 不过没东西 普通南街 普通南街 门开着 要不要进去试一下 哇 这是甲板 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做囚犯的感觉 我自己来体验一下 挺吓人 普通 女街 感觉这个跟重型的 没啥区别 都是带了个夹锁 这夹锁半开着 这夹锁半开着 看这后面是啥 这里面竟然没有地牢 厨院 提供膳食的场所 提供膳食的场所 说白了就是货房呗 还请气派 饭堂都分东西 等级这堵森严呀 这地方有一口古井 支县宅 顾名思义 就是支县的住所 好 上方有四颗门站 下边是门诊石 这门诊石很不错 老乌眼 老乌眼 我们进去看看 看看古代的支县 都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进去看看 太雅了 太雅了 里面 是顶子床 现在看来 也就这样 比较简陋 东边的配房 就录完了 西边配房 同样从最南边开始 这是土地祠 供奉的是土地爷 这迎连非常有意思 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祥 虚寿堂 顾名思义 虚心接受 是支县 受到上级表彰 和嘉奖时 反思自己 对得到的赏赐 和荣誉 是否 受之有愧 里面都是明代的皇帝 司补斋 跟刚刚看到的虚寿堂 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就是支县 对自己的过错 真行反思不过的场所 这里面展出的东西 跟它原来的作用 没啥关系 这棵十六树 有四百多年了 很少见 最后我们看一下 大大仙词 这大仙词里面供奉的是手印大仙 这手印大仙呢 它是一个狐仙 它主要作用的就是看管大印 大印就代表着权力 看它手中紧握着大印 好 这整座一线线牙 我们就录到这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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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瑺 好看 蜱蜂蜜 都是鱼蜜蜜 数损运 一旦